正式豐乘 拉下红布条宣布幸福小黄正式开进六规区 高雄市推动公车式小黄 用计程车来取代载客量较少的公车班次 让变乡地区民众也能享受便利交通 60条幸福小黄的路线 各位乡亲我们高雄就占了50条 这是多大的数字 真的幸福小黄的推出 实在是帮助偏乡地区 六规区有将近1.3万的人口 其中65岁以及行动不便的民众 占了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次针对六规公车站不足的地方 添加两条行驶路线 比较公车每段次收费12元 让一些平常真的很难 使用到公共运出的长辈 小朋友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服务 去采买去就医去就学 高雄市大力推动公车式小黄 为偏乡服务 从108年到现在 已经新增27条路线 投入约69辆车 目前奇美酒区都已经完成 布网 誓言守护偏乡交通 解高雄组合报道